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将满24周年的同时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同接受采访的一段视频 在境外媒体被披露出来 视频中鲍同首次提出 中共当年对学生的武力镇压已经触犯了反人类罪 而这个罪行不是由执政者出面平反就可以解决的 总部设与美国的博讯新闻网 近期披露了一段长达33分钟的人物采访视频 受访者鲍同为赵紫阳秘书 他表示尽管各界高度期待中共新领导人能平反六四 但他认为中共当局在六四事件上犯了反人类罪 不能一句平反了事 我的看法是六四不应该这样 不应该用俱乐来讲 更不应该开枪 反人类罪属于国际法中的危害人类罪 包括出于政府的政策 或者是实施了一系列被政府允许的暴行 如针对民众实施的谋杀等行为的政治性迫害 鲍同还表示 当年红十字会曾统计 在中共的血腥镇压下六四死亡人数高达两千多人 后来镇压了而且开着枪了造成了这么多的伤亡 而且主要不是学生 主要还是市民安全 我们把那个人更多一些 报通回忆当时当局镇压学生后 媒体铺天盖地的赞扬中共做了一个所谓的英明果断的决定 他站出来质疑说 如果镇压学生的决定是英明的 那么以后再出现类似的群众事件 当局是否会按照这个所谓党的宝贵经验 继续采取同样的办法对付无辜群众 报通的担心最终成为了现实 现在警察暴力制法很多 就是六四造成他们无法无偏 他们能够敢开枪杀手无寸铁的学生老百姓 他们就敢打现在 报通还指出 现在暴力维稳已成为当局对付维权人士最常见的手段 各地方上到天安门广场 下到乡镇级别 都在用暴力镇压人民 他说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他指出六四是一个天大冤案 其中包括赵紫阳被污蔑 向到访的苏贡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出卖邓小平 和暴露邓小平是出兵镇压学生的决策者实情 以及报通被指为向天安门学生泄露军队要戒严的机密 报通认为应该由公正独立的机构重评六四 并对受害者给予国家赔偿 对此 无论是六四受害者还是受害者家属 以及呼吁平反六四的人士都表示赞同 追究这个问题 还是国际上比较有实力 靠一个国家是不行的 自己纠正自己的是太困难了 没有外力 没有外力督促他们的根本不行 做坏事的就这么让他过去了 那能成吗 他们在没有认识错误以前 我希望国际机构自在他们 我相信报通宣传话说的是有根据的 如果真正国际法庭能够介入 我也不会反对 现年80岁的报通在六四事件后 被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名 判刑7年 囚禁在秦城监狱 1996年 报通获释后 仍持续遭当局软禁和监控 现在来到两个人的报道 我们下车看到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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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